澳洲股市全年表现差强人意 明年还有戏吗 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我们本周的澳台熟悉说 在今天节目当中呢 我们想花点时间给大家简单梳理一下 过去将近一年的时间当中 澳洲股市的一个整体的表现 那么由于现在呢 全年还没有结束 所以我们的以下分析呢 是基于截止到10月底的澳洲股市表现 整体来看呢 澳大亚股市在2023年表现 可以说不大好 如果去跟比较主要的发达国家的 这些股市相比较的话呢 包括像美国欧洲日本的股市 在2023年都出现了比较明显的上涨 但澳洲股市几乎是持平的 当然了它比起香港和中国股市的表现呢 是要好一些 但是呢 在这个比较平淡的全年的这个走势底下呢 如果我们仔细去看各个行业的话 会发现呢 大家有那么几个行业呢 它出现了比较明显的增长 而有一些行业呢 则出现了下跌 而且这个增长的行业 可能很多都没有想到 可能会认为是一些高风险的行业 但是呢 恰恰是在一个高息和经济增长放缓的环境下呢 科技股和非必须消费品股票呢 这两个板块是2023年 澳洲的整体股市表现最好的两大行业 这个是非常有意思的 作为对比的话呢 像金融、能源 以及那必须消费品 这三个板块呢 反而出现了比较明显的下跌 尤其是必须消费品的下跌呢 还是值得大家去关注的 那么这背后的逻辑到底是怎么样的呢 如果我们去看的话会发现呢 科技板块的这个强劲呢 其实和全球的科技的这个股的反弹 有极大的关系 它一定程度上是前一年科技股确实跌得非常低 这是第一 第二呢 事实上科技板块当中的权重股呢 它往往是一些相对来说比较大规模的科技企业 大概也可以分成科技软件和科技硬件这两大块 那么科技软件呢 更多的呢 会是一些大型的企业级的这个软件应用 它们都是一些正向现金流 而且呢 都是提供企业必须服务的这样一些公司 那么这里面呢 不管是Zero也好 WiseTech也好 等等等等 这些公司的业务呢 在过去一年反而是表现坚挺的 因为它们的收入模式呢 很多呢 是这个subscription 也就是说呢 企业没有办法抛弃它们 因此它们的业务呢 反而受影响比较小 另外一边呢 是硬件 那么硬件的话呢 很大一部分和人工智能的进一步的展开 更多的企业数据处理上云单等等呢 都有非常大的关系 那么在硬件方面呢 澳大利亚的科技硬件当中呢 比较核心的 反而现在是一些数据中心相关的硬件公司 它们的表现可以说是非常出色 甚至它们的估值比起 过去四五年 在低利率环境下的这个估值呢 都没有明显下跌 可以说非常强劲 这其中还是市场对于未来的人工智能 它所带来的巨大的软硬件基建需求的 这样的一个判断 而更加有意思呢 则是在消费品行业 很多人可能觉得市场不好 是不是应该必须消费品涨 而非必须消费品大跌呢 事实呢 是正好相反 这个是非常有意思的 这中间呢 有这么几个比较有可能的导致这样的一个表现的因素 第一呢 是一些非常极端的高端的消费品 它们的消费人群呢 它们的收入和财产的程度呢 受利率影响反而小 那么它们的生活方式和它们的生活水平下降并不明显 所以它们的消费呢 没有完全停下 相反呢 一些中低受入人群呢 它们受大环境的影响更大 因此呢 和它们直接相关的一些消费品 如果是中低档的消费品 尤其是中档消费品呢 有一些被归类为必须消费品的反而表现很差 而即使是像超市这样的存在呢 由于过去一年当中的高通胀和极高的极快的加息的这个速度啊 使得普通人即使在超市的支出上都变得谨慎了很多 这个直接使得呢 本地的一些商超表现也很普通 那么说完了消费品呢 最后呢 来说一说在澳大利亚非常重要的资源类的股 这里面呢 有能源和材料两个角度 也就是能源股和大家所熟知的一些金属矿产股 那么整体表现来看呢 能源股的表现呢 普普通通 这个呢 和能源价格在今年下半年下跌呢 有一定的关系 而在材料端的话呢 最吸引大家注意力的是锂矿 那么锂矿股呢 在此前曾经出现了大幅的上涨 但在过去的这12个月里面呢 出现了比较大幅的下跌 这个直接和锂矿价格呢 有比较明显的这个关联度 那么如果从现在往前看的话呢 全球经济的增速呢 依然比较慢 尤其是中国经济的放缓呢 使得无论是锂矿 还是呢奥大利亚比较依赖的铁矿石呢 未来的前景呢 都难言正面 那么这个呢 是一些主要的 澳大利亚的重要的一些板块 以及表现 有非常抢眼的板块的一些 简单的情况 那么我们今天给大家讲这些总结呢 更多的呢 还是希望能够给大家 对过去一年的澳洲股市 它总体的表现 有个概念更重要的是 我们怎么去从这些当中呢 去寻找线索 去看明年的澳洲股市 整体的宏观环境呢 可能在明年呢 会有变化 但这个变化呢 不见得会非常大 尤其是澳洲本地的经济环境呢 澳洲经济呢 还在放缓当中 那么澳洲通胀呢 依然偏高 澳洲央行 它的整体的高利率的这个环境呢 短期之内很难改变 明年之内 有没有可能重新出现降息 这个不确定性是非常非常高的 那么 基于这样的一个情况的话呢 大家如果去看 整个的澳洲市场和澳洲股市的话呢 我们觉得明年可以看的呢 可能有两个角度 一个呢 还是在科技类的股票 那么尤其是和AI相关的 云观相关的服务 基建 软硬件的各个角度的 这种类型的科技公司呢 由于呢 整体全球技术发展 以及呢 这几乎是唯一的 依然保持着高速增长的行业 这个行业依然值得去关注 它的增长性远远超过了高锡所带来的负面 另外一个角度呢 是在过去年 大家觉得可能会表现好 但其实表现很一般的 那些比较稳定的大型企业 这其中呢 尤其是像公共事业啊 基建啊 甚至像通讯和一部分的能源股 那么他们的特色呢 一般是整体的表现呢 缺乏巨大的增长潜力 因为呢 他们已经是比较重要的大型的蓝筹股 本地市场的增长呢 不仅仅会很大 而在过去年当中呢 由于利息的大幅增长呢 他们的利润的增长呢 是跟不上利率的增长的 直接导致呢 这些以稳定著称的企业呢 由于利率增长 他们的估值呢被下调了 但是呢 当利率来到了顶点 利率不再上升 而这些企业呢 在未来一段时间的业绩呢 是有比较强的保证和稳定性的 甚至呢 到了明年的下半年 如果有利率环境 要放松的风声的话呢 那么这种几乎是以股息 或者稳定派息 为核心特色的股票呢 反而有可能会出现一种 类似于债券的表现 也就是利率下降 或者利率即将要下降 都会导致这类公司的股票 股价呢 重新上涨 而且呢 它的下行空间呢 已经是非常有限了 这类公司呢 大家也可以特别关注 它主要集中在 公用事业 基建和工业类的 这样的一些行业当中 好了 以上呢 就是我们今天的 澳台首席说的所有内容 那么这个呢 将会是我们在 2023年的最后一期 非常感谢呢 所有的观众朋友呢 对我们的支持 那么呢 我们也以在今年年内的 最后的一个股市总结呢 来回馈大家 事实上呢 我们有一个更加详细的 全年股市总结报告 欢迎大家呢 扫码呢 订阅和下载 最后呢 祝大家呢 圣诞快乐和新年快乐 2024年呢 我们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